你和人工智能开玩笑可能没什么 但是 他跟你开玩笑可就麻烦了 床上的胡子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早晨七点钟闹钟响起 船员胡子哥准备起床了 可今晚睡眠质量似乎不是很高 一脸疲惫的他按下闹钟 打个哈欠准备下床 可是 他的一只腿一叫过去居然不见了 胡子哥一边咒骂一边气冲冲的来到驾驶舱 原来这是艾萨克的恶作剧 他趁胡子哥晚上睡觉把他麻醉了 然后把胡子哥的腿给剧了 胡子哥气愤的说 这根本不好笑 你个神经病 可艾萨克很疑惑 创意我做到了 趁你完全没有防备我也做到了 我全部做到应该很好笑才对啊 你是不是玩不起啊 胡子哥气愤的要冲上去揍他 舰长连忙说 到医疗舱再生一只腿就好了 原来在前不久 奥维尔号一传人在舰长的带领下 用大屏幕看喜剧片 所有人都被喜剧片的内容逗得哈哈大笑 可是人工智能艾萨克根本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 他冷静地分析电视剧 导致众人完全没有了效应 没想到胡子哥有了主意 很快胡子哥安排了一次恶作剧给艾萨克 所有人都猛逼地看着花里胡哨的艾萨克走进来 他头顶一头的装饰品 在众人眼里显得那么怪异 一时到大家都盯着他 艾萨克转身说我长花了吗 大力妹说你应该比平时更开心了 艾萨克却说 艾萨克继续猛逼 直到凯莉指出他的头上 艾萨克一把揪下耳朵上的视频 哥登瞬间兴奋 可是二黑却疑惑艾萨克怎么看不见 原来艾萨克的眼睛根本就是为了美观而存在 因为他的监测系统没有扫描到这些玩意有威胁 所以他不知道自身的情况 这时胡子哥不知死活地又说 现在你知道什么叫恶作剧了吧 来吧 换你捉弄我 但是必须要有创意 而且要趁我没有防备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艾萨克趁胡子哥睡着切下了胡子哥的腿 他认为 这可能很搞笑 胡子哥的腿被揭好不久之后 他再次突发奇想在剑桥养只猫 二副核桃哥疑惑地问猫是什么 胡子哥解释说那是一种四个爪子毛茸茸的生物 它可以让战舰显得更温馨 可是艾萨克再次疑问 这种生物对战舰的运行有什么帮助吗 大力妹连忙说 不是为了对战舰运行有帮助 而是有动物在一边会很舒适 显然艾萨克不明白探机生物的情感 没想到的是在感叹完后 艾萨克却走过来轻轻抚摸胡子哥的胳膊 难道这次胳膊又要不保了吗 胡子哥瞬间傻眼 你够 complicated phases维rent 分析 分析 是 对 分析 凍受 凍受 则 词 词